我就没想到 我养了你这么只胃不熟的狼 我开那么多杂货店 就你敢骗我 就是你 你把我当过人看吗 你为了神医 把我推给其他的男人 我到底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真是这样 我还不把自己给骂了 自私的包工头杜坤 只是把看铺子的玉兰当作谢雨的玩偶 挣钱的工具和交易的花瓶罢了 杜坤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浅色交易 这部影片以建筑工地为背景 讲述了包工头杜坤和名义上的老板娘玉兰之间 不平等的畸形恋爱关系 杜坤在工地上开了间杂货铺 便让玉兰看管铺子 在工地上时间已久 他倒是给一群务工老爷们 提供了一个打情骂俏的去处 民工们也就借这个机会 来放松对女人渴望的压力 玉兰已经见怪不怪地应对自如 而杜坤为了能承包周胖子的工地 竟将他带到玉兰的住处 让玉兰服侍他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多亏小军出手相救 才使玉兰免去了那场凌辱 小军是第一次离开老家来到北京 投奔在建筑工地工作的表哥林大帝 21岁的小军 在这个单纯的农村娃的眼里 什么是城市 城市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和车 尽管置身于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 小军觉得自己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不过见到工地上的表哥大帝之后 小军看到了对将来的希望和信心 小军是个朴实又对工作认真的人 干起活来也特别卖力 不仅如此 小军还牢记奶奶的主妇 出门在外勤洗勤换 做个干净的人 工地上干的都是脏活累活 一天下来 衣服少有干净的地方 但小军还是间隔一两天就洗一次衣服 为此同社的工友们 到杂货铺起哄买东西时 小军买的东西只有一样 洗衣粉 玉兰也是在这里混惯了的人 对于这些大老爷们说出来的话 他也是见怪不怪的 只要买杂货铺的东西 有钱赚就行 但小军出现在工地后 尤其是小军想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 上夜校学电脑 这与其他民工吃喝毒耍的决然不同 这也让玉兰慢慢对小军产生了好感 杜军起初很关照小军 并给他单独发了个红包 表面是对于工作的出色所奖励 实则是他笼络小军的第一步 因为杜坤还要防着被他开除的田森 事情的缘由是在一个晚上 玉兰正在洗澡时 突然发现窗户外冒了个人影 吓得他拿着菜刀便冲了出去 第二天便将此事告诉了杜坤 俩人怀疑是田森偷窥 好巧不巧 这时正看到田森一帮人正在闹事 杜坤便借此机会将田森开除 并扣除了他半年的工资 因此田森怀恨在心 杜坤还是留一手有备无患 大家伙拿到工资后都想犒劳自己 正巧这天趁休假的空闲 乔庄打扮一番约着一起出去逛街 而玉兰趁着大家把小军一块带出去时 也偷偷地跟在小军身后 在一处彩票站 大家发现小军不见了 原来他路过一家商场 拿到工资的他 首先想到给奶奶买一件羽绒服 他正为如何砍价而不好意思时 玉兰的出现给小军帮了大忙 还请小军保持一顿 得知小军并没有女朋友的玉兰 更加想要照顾这个憨憨的他 两人逛了很久 天黑了 小军才骑着车子带着玉兰回去 在路上俩人聊得正欢的时候 小军的车子不知怎的突然一歪 俩人被摔倒在草地上 小军本想将玉兰扶起 无意间抓到了他的手 可这一碰就碰出了火花 玉兰也投进了小军的怀抱 这或许是小军的初恋 抱着玉兰久久不能释怀 尝到恋爱滋味的俩人 小军便留在了玉兰房间里过夜 可玉兰害怕被别人发现 深夜便叫醒小军 在玉兰的催促下 小军才不舍得离开 从那以后 小军和玉兰外表上没什么变化 但对小军的牵挂 让玉兰的心里有了从未有过的希望 但是俩人之间的微妙变化 还是没有逃过林大帝的眼睛 在用田森的教训警告过几次后 他也拿小军没有办法 而小军却不认为玉兰有什么 反而被玉兰在自己衣服上 绣的喇叭花高兴地蹦跳着 这天小军特意将自己种的喇叭花 送给了玉兰 晚上杜坤这边为了能承包下 周胖子的工地 便请他吃饭喝酒 之后便开车带他来到玉兰的铺子里 这一幕正巧被刚下夜宵的小军看到 杜坤将周胖子直接搀扶到玉兰的床上 杜坤不仅是个残酷奸诈的包工头 而且从来没把玉兰当回事 更不要说他们的感情了 说完便离开了 这周胖子也是装睡 看到杜坤走后 就像恶狼般地扑向玉兰 玉兰被周胖子压在身下 根本动弹不得 只能拼命地呼喊着 这一切小军都看在眼里 顺手抄起一块板砖 就砸向了铺子的窗户 这给周胖子吓得亮枪地逃跑了 玉兰拿着板砖追了出来 看到小军的他再也忍不住 扑倒小军怀里痛哭起来 那天玉兰把他的身世 全告诉了小军 自幼来到这座城市无亲无故 没文化的他卖过蔬菜水果 也捡过垃圾 受尽了无数的苦和委屈 此时林大帝也遇到了难处 他的老婆难产 此刻急需一大笔钱 小军想到了玉兰 可玉兰也有自己的苦衷 林大帝本想从杜坤这边 先预支半年的工资 可自私的杜坤又怎会答应他呢 小军也正为了这事发愁时 田森正巧来找小军 说到有个发财的路子 但是需要小军的帮助 事成小军也会赚不少钱 而这个发财的路子 就是要偷取杜坤工地上的材料 然后偷偷地卖掉换钱 小军左思右顾 一边是可以挣钱帮表哥 也可以帮玉兰 一边则是违背良心冒险做犯法的事 思来想去都让他难以入眠 而这晚因生意没谈成 酒醉的杜坤来找玉兰发泄 将玉兰毒打了一顿 这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而杜坤的话彻底激怒了玉兰 无论做人的尊严还是正常的情感 他都无法从杜坤身上拥有 玉兰的一番话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顿时让杜坤哑口无言 而杜坤从未将玉兰正确地 放在一个自己女人的角度去看待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去关心和爱护 眼前这个女人 像这种激情的婚恋关系上 从经济上说是不平等的关系 从感情根本无法谈起 玉兰彻底与杜坤撕破了脸 隔天清早 小军来到杂货铺 玉兰将放有钱的信封递给小军 是借给林大帝用的 而小军看到了玉兰脸上的伤 才知道昨晚杜坤和玉兰的事情 看到眼前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 他更加坚定让玉兰离开杜坤的想法 他心中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本以为可以帮到玉兰和表哥 但只是让他看清了社会的复杂和人心的险恶 回到工地的小军听林大帝说借到了钱 原来他是找了高利贷这个无底洞 但人命关天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林大帝正在杂货铺打电话 碰到杜坤前来找他 是来给林大帝预支下半年的工钱 这当然是小军与杜坤之间的秘密 杜坤不会做对自己无意的事情 到了深夜 小军偷偷地打开了工地的大门 田森带着一帮人直接开进工地 正当他们往车上搬着建筑材料时 几辆警车围堵了工地的大门 将他们一一拿下 原来小军做的决定则是跟杜坤达成协议 出卖田森换取杂货铺 以及表哥预支半年的工钱 对此林大帝与小军大打出手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不用再上工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还让我把话说明了吗 我这儿不能再留像你们这样的人 你说什么呀 说不定 说不定哪天你们把我也卖了 第二天杜坤找到小军和林大帝 让他俩卷铺盖走人 人心隔肚皮 杜坤这是过河拆桥 他这一举动让大伙都很愤怒 本就对杜坤平时心有不满 正好这次大家伙集体将杜坤炒了鱿鱼 他们回到宿舍准备收拾东西 另寻他路 林大帝递给小军一个包裹 说是玉兰留下的 他打开一看是一件衣服 竟是他想给奶奶买的羽绒服 但是价格太高而不舍得买 还有他临走时奶奶给他的一百元 玉兰也一直帮他保管着 寒乡大帝要了小军家的地址 这样以后可以写信给他 小军跑到杂货铺 这里早已没有了玉兰的身影 玉兰将他送的喇叭花也一并带走了 小军的眼神里透露着无比的失落 半年后 小军也顺利地在夜校毕业 他选择了回乡 车缓缓驶到村口 他远远看到有间杂货铺 喜出问味地跑过去 看到了眼前的喇叭花 此刻小军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